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讯息 此时地球上有什么? 我们是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非常高兴与人类联系 在你们的意识进化过程中 你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并不是那么分离的 现在你们喜欢认识到你们与那些像我们一样 高居星空和高维层面的存有并不分离 我们感谢你们对我们 卯秀星人、天狼星人、大脚星人和天秦座人的敬仰 我们还希望你们考虑到 你们与你们世界上的植物生命、动物生命也是息息相关的 我们希望你们感受到自己与地球土壤的连结 并知道我们正在将我们的光和我们的爱注入地球上的其他王国 植物界、动物界和矿物界都非常容易接受较高频率的能量 我们一直在提供这些能量 我们鼓励你们走出户外与大自然交流 因为我们知道大自然在以一种比你们大多数人的振动频率 都要高的振动频率在运作 现在你们确实有能力把自己的振动提升到很高的水平 也有能力连接到非物质世界的事物 因为你们有着有时会把事情复杂化的错综复杂的心智 但是当你们把一切都化繁为简 专注于接收周围、上方和内在的一切时 你们就会开始瞥见与万物合而为一是什么感觉 处于开悟状态下是什么感觉 我们将继续使用你们在太空中旅行而采用的这颗星球 作为锚定我们高频意识流的途径之一 也作为我们为所有在人类物质身体中的你们所提供的礼物 我们知道有时与植物界、动物界和矿物界的连接比较容易 那是因为它们非常简单 正是因为它们决定以不那么复杂的心智化身 所以它们才能很好地接受我们所提供的一切 我们也邀请你们放慢脚步 尽可能地简化你们自己和你们的生活 的确,对于一个整天盯着屏幕的人来说 到外面去,与一朵花、一棵树或一枝鹿建立连接 可能看起来不那么令人兴奋,也不那么有趣 但是,当你们锚定到自己的身体中 你们就能感受到自己的内在发生的变化 当你们与这些美丽的存有建立连接时 你们就会知道,你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包含在那一刻里 在那一刻,你们活在当下 你们与,在那里跟你们分享其光芒的另一种意识 另一个存有,源头能量的另一个面向合而为一 我们不想漏掉岩石,土壤和沙子 水晶也属于矿物王国的范畴 当你们灵性觉醒时 你们确实喜欢让自己身处水晶环绕之中 你们确实意识到 它们也蕴含着大量的能量和一种更高的意识 随着你们向前迈进 你们将能够获取更多的东西 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找到更多的安宁 爱与和谐 我们知道你们在地球上有能力做很多事情 我们会继续直接向你们发送我们的光和我们的爱 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向我们敞开心扉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喜欢与更高的意识和地外生命建立联系 我们也希望你们认识到 在地球上 你们周围有很多已经与更高意识和地外生命建立联系的存有 它们在你们生活中的存在让你们受益肥浅 我们是仙女星系光之理事会 我们很乐意为你们大家服务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